40天吃掉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4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 您相信吗 河北邢台就有这样一家化工企业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原来这家企业有一套碳补级装置 能补获到纯度大于99.8%的二氧化碳气体 这套装置试运行40天就补获了7500吨二氧化碳 如果按一棵树一年吸收二氧化碳18.3公斤算 这可不相当于40万棵树 当然这还不是最牛的 国内外很多企业都有碳补级的技术 但添加了碳利用过程的企业还不多 因为缺少二氧化碳的使用场景 这家企业牛的地方在于解决了补碳后如何用碳的难题 原来这家企业通过化学反应把二氧化碳制成一氧化碳 再跟乙醇反应生产醋酸 车间生产线每天能吃掉二氧化碳量大约是220吨 有了补碳技术加持 企业还能降碳 以前企业用碳要从别的地方运 现在省了运输环节 相当于减少4000辆重碳的排碳量了 这样算下来一举好几得呢 现在这家企业年产80万吨醋酸的产量正在扩能中 等建成后生产醋酸用的二氧化碳就会有15万吨的缺口 到时候就能利用周边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 怪不得企业负责人说 现在一个月挣600万元 比原来挣一个亿都开心 今日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河北正在加快构建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随着补碳能手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多 绿色河北生态河北美丽河北正在快步向我们走来